看过三国演艺的人都知道,关羽败走麦城,最后丧命的故事,但在之后,蜀汉集团的一番操作可谓让众人傻眼,刘备的长子很快被处死,许多人认为这是八杆子都打不着的事情,刘备怎么就下得去手,还说自己幸亏没手软呢? 洞见历史人物,品息世间百态,欢迎订阅兴兴爱谈历史,三国中被未属无都很在意的一块地盘就是荆州,而关羽也曾坐镇于此,在关羽的最后时刻,他请求刘峰,孟达发兵救援,而刘,孟却以基础不稳的理由拒绝出兵,见死不救,之后刘备就把刘峰杀了,说他支援不力,那么这演义中的理由是否靠谱? 简单看一下地图,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,刘峰此时的所在地是上庸,新城一带,这地段在襄阳,繁城的西侧,而关羽所在地荆州则在襄阳的南面,最后困守的麦城也在襄阳的南面,就这地理位置而言,刘峰出兵救援,不但要跋山涉水,而且还要穿越敌战区,根本不现实,而事实是,在关羽发动襄凡大战前, 派人要求刘峰,孟达从西县发动攻击,协同作战,而刘峰拒绝了,理由是上庸,新城,房陵三郡刚刚攻克,民心不稳,大军不敢动, 对此,刘备集团是事先知道的,而事实上,后来这三郡背叛,狠捅了刘峰一刀,证明这地段确实不稳,从政治稳定层面来说,刘峰根本没错,刘峰也认为自己是刘备的儿子,并且关羽之子,跟他关系也不大,而是回到了成都,刘峰回到成都之后, 诸葛亮就对刘备说,风刚猛,意识之后终难治愈,诸葛亮的意思是,刘峰太厉害了,恐怕日后难以控制,刘备听完之后,就把刘峰杀了, 刘峰在临死前撂下了一句狠话,恨不用孟子独之言,意思就是当初没有听孟达的话, 当初孟达让刘峰跟着他一起投降曹魏,但是刘峰认为刘备不会杀他,于是就没有答应, 如今刘峰想起来,真是非常的后悔,早知道是这样的结果,他就投降了曹魏, 刘备听到之后大笑不止,庆幸道,庆幸没有手软,还好杀了他,不然他就成了蜀汉的敌人了, 前面说了刘峰不是因为关羽死的,那么刘峰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死? 演绎中有虚构的一部分,刘备是先有的阿斗,在任刘峰为肝, 当刘备一步步夺取荆州四郡之后,才考虑到了自己的子嗣问题, 由于常年的奔波,自己并无子嗣,于是他开始收益子,作为自己的门面, 刘备必须要精挑细选,于是在自己挑选很久之后,一位十岁的少年,取名为刘峰, 他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自己的长子,作为自己的长子刘峰, 在二十岁的时候,就展现出了自己超人的战略天赋,深得刘备喜爱, 在战场上,刘峰特别勇猛,尤其是在西征期间,刘峰特别的争气, 当然,刘峰做的这一切,也是为了自己的地位,刘备与曹操会战于汉中的时候, 刘峰在此时在阵前叫骂曹操,曹操特别愤怒地说, 刘备一介知习范侣之徒,竟然派出一个义子来与我作战, 等我儿子黄徐尔,曹张,来到阵前,一定要你们刘家的人付出代价, 曹操的叫骂在当时已经显得无足轻重,曹军退兵之后, 刘备也是接受了部下的建议,自立汉中王,随后曹操死后,曹操登基, 篡汉自立未闻帝,刘备也是不甘示弱,自立为帝,与曹操开始了争斗。 但在历史上,刘萧雄是在四十多岁的时候,诞生了亲儿子阿斗, 也就是后来才有了亲儿子,这就尴尬了。 刘备入主蜀中后,第二年,刘备便命令刘峰与孟达一起攻打, 上拥三郡,将其调离了汉中,同年秋天,刘善被封为太子, 这场立四之争,最终以刘峰的失败而告终。 实际上,刘峰的失败是显而易见, 对于封建时代的继承人来说,血缘是最重要的砝码,刘峰与刘备没有血缘,就注定了他的失败。 即使刘备执意将皇位传给他,试问诸葛亮,关于张飞这些旧臣能服气吗? 刘备之所以派刘峰去上拥,一来是为了致开他,避免尴尬。 另一方面,也对他是一种保护,上拥,一直以其闭塞的地形和荒芜的环境而闻名,在地理上自成一个单元,因其远离中原繁华地带,自古以来,便是流放犯人的地方。 把刘峰派往上拥,就是为了避免他留在成都,与皇太子刘善产生冲突, 以免他被人利用,卷入政治漩涡,从而激发刘备集团的内部矛盾,不得不说,刘备对待刘峰还是相当厚道的。 从地理位置来说,上拥其实也非常重要,刘峰只要能经营好上拥。 与孟达搞好关系,便可与荆州的关羽形成脊脚之势,共同加工曹魏的重镇襄阳,从而威胁曹操集团的腹地洛阳和许昌。 但是,一番风顺的胜利,迎来的总是突如其来的摔一跤,要说到刘峰的大挫败,可与关羽脱不了关系。 这时候的关羽,在襄阳,繁城水淹七军,威震华夏,就连曹操都被下得要考虑迁都,连忙派遣张辽,徐皇等猛将去救援。 而孙吾方面的军队,也伺机发动大军突袭,关羽从原本的优势战况,转为备位,吾两方精锐,进出夹击的危险态势。 在关羽面对吴,为猛将车轮战的这段期间里,他一直联络守在上庸一带的刘峰跟孟达,请他们发兵支援,但是却被以上庸一带刚平定,局势不稳为由拒绝发兵。 最后关羽兵败被杀,让刘备痛心疾首,他也因此对刘峰,孟达心生不满。 刘备的愤怒让孟达十分恐惧,再加上他又时常跟刘峰吵架,与同事不合,又咬背锅,让他萌生跳槽的念头,于是孟达率领他的亲兵转头曹魏去了,这一跳不得了,他不但升官,加薪,甚至还有了封地,跳槽成功的孟达也不负新老板的赏识。 随即调转枪头,与徐黄等猛将带兵攻打上拥地区。 孟达等人率军攻打上拥兵临城下时,给刘峰写了封文情并茂的劝祥信,刘峰看了劝祥信,就将他撕碎,丢在地上踩了踩,完全不理会。 诸葛亮那句话送走了刘峰,刘峰能力很强,诸葛亮担心刘备百年之后难以控制,造成蜀汉政局的动荡, 因此建议刘备借此机会杀掉刘峰,刘峰也深知自己的亲生儿子刘善能力不强。 可刘善继位,刘峰根本不会服气,虽说自己并非刘备骨肉,但是这些年跟着养父四处作战。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,刘峰这些年在蜀地打下了牢固的基础,倘若刘善继位后,刘峰有篡位之心,刘善根本没法反抗。 正因如此,诸葛亮觉得若要蜀地安宁,刘峰必须死。 劳苦功高的刘峰,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死了。 史记记载,刘峰被刺死后,刘备大哭了一场,虽说其中有作秀的成分,但是,杨子为蜀国奋斗了这么多年,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莫名其妙地死掉了,实在太过残忍。 刘皇叔和孔明在民间的形象始终处于正义一方,所以,后世小说作者们认为,倘若按照史实表述刘峰之死, 定会使刘备和诸葛亮的声名受损,索性修改其中细节,让故事更容易让大众接受。 这个改动的关键部分,就是关羽戒兵。 之前我们说过,关羽戒兵的时候,刘峰只是找借口推托了一番,可到了元朝文学作品里,就成了关羽陷入重围。 刘峰非但没有伸出援手,还命人拦截了关羽,发往其他地方的求救信,令人感叹。 刘峰如果不死,很有可能会成为蜀国的中流砥柱,成为刘善的左膀右臂,未必会对刘善造成什么威胁。 只可惜,刘峰这个年轻有为的将领,还是死在了政治斗争上。 让本已经人才凋零的蜀国少了一位能打仗的大将,实在令人惋惜。